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超级孩子王强者将大力猛瓦体验这样的静电冲击 不同的头发会不会反应不一样 大师级画作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神奇的魔力 天哪 我现在非常怀疑这个复印技术到底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闪电下声响为何可以释放于此多的闪电 这个人体如果有静电的话 这个静电是会分布在人体的表面的 小小静电竟然有如此大的威力 今天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专家金奎娟老师 将入座《极换科学城》 带领大家玩转你不知道的静电世界 赶紧请上今天的神奇大教授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金奎娟老师 欢迎金老师 欢迎金老师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金奎娟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 美国物理学会会士 亚太物理学会常物理士 中国物理学会女物理工作委员会主任 大家好 我叫金奎娟 人类对静电的认识 最早也就起始于随处可见的一些自然现象 比如说雷雨天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恐怖的闪电 这都是自然界的一些静电现象 那我们身边呢 也随时发生很多静电的现象 女孩子找起梳头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头发飞起来了 冬天脱衣服的时候 可能会噼噼啪啪 有一些电火花 那我们开门触碰门把手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手指被电了一下 这些呢都是我们身上所发生的静电现象 那么静电到底是什么呢 刚才那些有趣的魔术现象又为什么会发生 静电是一种相对稳定存在的 在一个物体上多余的电荷 那什么是电荷呢 我们就要说了 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原子构成的 原子呢有带正电的原子核 和带负电的电子围绕原子核钻 带静电的物体是指额外给了它电荷 它就是带负电的物体 如果它被拿走了一个电子 它就带了正电 那说到这儿呢 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就是同种电荷之间是互相排斥的 一种电荷之间呢是互相吸引的 那么这呢是一个叫静电球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光线 那大家看如果我手指接近这个球 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这是由于中间有一个电极 它可以产生出高频的电场 那人呢是一个很好的良导体 电子呢就会这样和我人体大地形成一个新的回路 随着我的这个手指可以看到电子运动的路径发生变化了 那今天呢我们会给大家演示更多静电 引起的一些有趣的现象 谢谢 谢谢金老师 谢谢 也同时呢要感谢旺旺集团的新产品 旺旺希的动机与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我以前就觉得电呢 这个特别是静电肯定是生活里的一种叫放电的现象 那实际上听了金老师刚才的讲述呢 这个静电实际上叫正负电荷的互相转换 其实如果对于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 可能一说到静电啊 大家就想起的是啊 这个头发飞起来啊 或者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噼里啪啦的声音 但是实际上啊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可能携带这个静电的 而且这个电压还不低 所以呢我们可以先考一考我们现场的小朋友 你们觉得啊 这个人比如说如果我们从这个沙发呀 或者是地毯上啊 这么起来一下摩擦一下 那么我们人可以携带多少的这个电压呢 在这儿我可以就是提醒小朋友们一点 这个人体的这个正常的安全电压 普遍来讲应该是36伏左右 但是一个绝对安全的电压应该在12伏左右 就这样吧 咱们家里面这个做饭包米饭啊什么的 电饭锅的电压220伏 因为刚才也说了 是那个从沙发上猛的起来 在家人应该也可以携带比较多的电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平常做饭的 还有多稍微一点点 哇哦那你要注意了哦 你一拿那个你一拿玉米的话 有可能它会变成爆米花哦 我估计吧 我估计可能有十几幅 嗯也就哎呦好像都不到吧 我估计 还是赶紧请我们的物理学博士 包困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数字说出来可能会吓到你 哦从沙发上你只要蹭一下 起来就有1万多伏 啊 我们甚至不要坐 你就走路都有电压 天哪 如果你是走在这个地毯上面 电压就是高的时候 可以到三万五千伏 哇哦 你一路走 走在地毯就三万五千伏 哇哦 这就是所谓的小宇宙吗 这就是所谓的小宇宙吗 为什么电压那么大 但是对于我们人体没有作用呢 这个我们请问专家老师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我好感兴趣这个问题 是这样 因为电压本身是不会使人有电击的感觉 我们只带了这么多电压 但是呢 这个电压没有经过我们人体产生电流 所以呢 对人是没有危害的 所以即使在我们上的电压再大 只要不通过身体 没形成电流 大家都不会有痛感 对 就不会对人体有任何伤害 哦 为什么会有那个静电呢 是因为有摩擦 对 但是为什么摩擦会起电呢 这个要请我们专家老师来解释一下 这是由于不同的物质 它的原子核 束缚电子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一个离着原子核远一点 一个离着近一点 那么当它一摩擦 那么束缚能力差的那个物体上的电子 就会跑到束缚能力强的那个电子上 这样它就带了正电 它就带了负电 哦 静电就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 当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或表面时 就形成了静电 而电荷分为正电荷和负电荷两种 也就是说静电现象分为正静电和负静电 当正负电荷相互摩擦接触时 就会发生电荷转移产生静电 那今天呢 咱们的第一道题目就跟生活里的静电现象有关了 请听题 经过摩擦的气球靠近水流会发生一下哪种变化呢 A 叫水流远离气球 B 水流靠近气球 这看它们是不是会靠近呀 就是看它们带的是不是同种的电荷嘛 基本就是相次和相吸的原理 关键是我确实不知道这气球摩擦把它带的是正电还是正电 让我们问问小宝贝们 因为我知道那个水是会传电的 就是说那个气球它也是经过摩擦以后也是可以斜在电的 刚才也说了 那个如果两个那个电子到一块的话 那么那个强的就会把那个弱的那个给吸走 那么也就是说它们两个会互相靠近 好像说的有点道理 你叫什么名字 艾迪生 艾迪生 你看看 不静心 天哪 某莱你选的是B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一个人他触电了 那你就不能往他身上泼水了 所以他跟我们这道题有什么关系呢 艾迪生先生 就是因为水可以导电呀 所以说水流会靠近气球 他也认为可能会形成某种电流在水里面 到底选什么呢 来 三二一 科学就是法律 实验就是证据 我们让老师用实验的证据来给我们证明一下哪个答案是对的 现场演示 现场演示 对吧 好 水是一种导体 将摩擦过后携带静电的气球 贴近水流 水流究竟是会向气球靠近 还是会远离气球呢 我们先拿着气球抹一抹你的头发 做好准备啊 预备开始 说过吗 一点都不舒服 强子发现 在萌娃头上摩擦过后的气球靠近水流没有发生很明显的变化 能证明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维护孩子王的地位 强子果断拿起气球在自己头发上摩擦 难道正确答案的确是水流没有变化吗 还是因为萌娃的头发太短 摩擦器的静电太少呢 同时头发会不会反应不一样 你这是喷了发胶的头发 你头发太油了 看看看 显然你的头发摸起来这个带电更多 这是检验别人洗没洗头的一种非常好的办法 那好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出来了 它就是 B 答对了 当一个带有静电的物体靠近另一个不带静电的物体时 由于静电感应 异性电荷互相吸引 就会表现出静电的一个特性 静电吸附现象 在我们的实验当中 水流和气球属于不同的物质 它们之间摩擦起电后会产生不同的电荷 异性电荷相互吸引 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看到的现象 携带静电的气球会吸引水流 其实包括很多的东西 那么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微小的物体 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一个现象和原理 就是带电体可以吸引微小物体 在上一环节中 现场专家带领博士团和萌娃通过气球摩擦头发产生静电吸引水流 互动体验了静电的第一个特性 静电吸附 为了让萌娃更能深刻地体验静电 奇幻科学城里组织了一场静电摩擦大比拼 现场将分成两组做对战赛 为了增加游戏难度 我们还加入了平板支撑 每队派出一名代表做平板支撑 支撑的时间越长 为各自队伍争取吸附气球的时间就越久 疯狂的摩擦起电 超强的吸附能力 以及激烈的平板支撑对决 最终谁会获得胜利呢 我们拭目以待 我已经开始抖了 我们来采访一下能撑得住吗 撑不住 我已经开始抖了 已经发抖了吗 不行了不行了 已经开始抖了 还能持续20分钟吗 20分钟 垮掉了 可以了可以了 停停停 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大家数一数 是蓝的多还是黄的多 黄的气球多 对不对 胜利的一对就是小鱼儿 我们把这个放上去 这个是碎纸线 碎纸线就是我们说的微小物体 好 那么就是把这个碎纸线 薄薄的铺一层 对 好了 然后我们打开开关 飞起来了 立起来了 好漂亮 大家 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吸附机了 我现在 我就是一个纸线吸尘器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我们把纸片放上去的时候 然后这个纸片会 劈里啪啦飞起来 其实呢 也是我们 涉及到最早讲的一个 同性电荷 相似 那么我们这是一个起电机 是的 通了电之后 它就会带一种电 所有的小紫线 带一种电荷 小紫线互相排斥 所以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起电机 我们又一次地印证了 我们的这个关于静电排斥 这样的自然现象 对对对 所以谢谢金老师 谢谢您 谢谢 谢谢老师 在上一环节中 携带静电的气球会吸引水流 是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物质 摩擦起电后会产生不同的电荷 所以就会相互吸引 而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纸片鱼 是因为纸线属于同种物质 它们之间携带静电后 会产生相同的电荷 同性电荷之间相互排斥 就会出现我们所看到的 纸线气飞的现象 所以呢 其实这个静电不只好玩 不只可以在我们这个 何博士身上下这个纸片鱼 其实我们生活中 到处离不开静电 接下来这道题目呢 就是关于静电在生活中的 重要的应用 请听题 以下哪一种 不是由于静电原理来完成的呢 三个选项 A 复印机 B 打印机 C 扫描仪 强子 在我的印象里 这三个好像是一个东西 因为你现在如果去买的话 经常这个三个功能是合一的 还有电话 好像听说过静电 静电 复印机好像 静电复印机 哎呀 记不太清楚了 宝贝们怎么选 我觉得应该是A 因为复印机 它应该是拿那个墨给 那个印出来的 所以应该不是用静电 五 就是因为A和B它两种 它们都是一样的 一种是复印 一种是打印 都需要是纸 你也需要用静电 把它给吸上去 然后扫描仪呢 还是要转化成电子文件 好 这个题你算是 真把孩子们给难到了 好 来 三 二 一起量题板 所以我们还是请专家 来为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静老师 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C 也就是说扫描仪当中 并没有利用到静电的原理 对 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 用一个实验 来给大家认证一下 究竟是复印机 还是扫描仪 运用了静电吸附的原理呢 正确将和萌萌现场 进行大创作 一张普通的大白纸 一支独特有神奇的笔 会做出怎样一幅 让孩子往墙子称赞连连 宣传惊叫不断地划作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把这个手套也带好了 这个做好了充分的保护 那这个画画都用笔啊 这个老师笔在哪呢 今天我们画画的工具 就是手套 就是 对 那这个我们 我们画完之后 大家能看到吗 那你们试试看吧 先画 先画 对 要稍微用点力 哇 这个难度太高了 我都看不见 我自己画的痕迹 可以了吗 好 就这样了吗 我们画的好吗 画的好 接下来就是 见证奇迹的时刻 注意看啊 来 一起翻 一起翻 哇 哇 这个 哇 这个 深水画的感觉啊 这个是 这个传统中的抽象拍会画吗 天哪 萌萌你是画了个娃娃吗 这是脸是吧 头发 对 头发 眼镜 这是眼镜 眼镜 对 那就是我嘛 眼镜 这难道不是包裹是吗 我是笔着画的 我是笔着画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把打印这件事情交给电脑好了 他们俩在没有解释之前我觉得这幅画应该还蛮值钱的一解释完之后我发现哦 就这样了 我还是要讲 吐槽就想这个画的真的太烂了 现在有一点了 对 现在像我更清楚了 我现在非常怀疑这个复印技术到底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你画的那个人除了眼睛像我其他部分没有像我的 那他们为什么要戴上手套在这个白纸上写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不戴手套 它摩擦不管怎么摩擦所有电荷都会倒走了 那戴上手套就会让这个静电停留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的打印机基本上也是这样 有字的部分要通过加热和加电的方式让它带上电 那这样吸孤里的摸粉呢就会印到这个图像和字迹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复印机和打印机的原理 谢谢金老师 谢谢 复印机和打印机究竟是如何运用静电的原理来工作呢 在机器里面的吸鼓当中 通过加电和加热的方式产生静电 然后通过正副电荷互相吸引 让墨粉吸附在静电图像上 就可以看到我们希望留下字的地方 在纸面上留下墨粉复印成功 这个静电名字听起来好像挺弱的样子 静止的电荷 其实这个静止的电荷呢 它自己虽然不动 但它形成电厂以后呢 会让其他的电荷带动起来 所以它应用其实非常多的 有一个我们经常听说的应用呢 就叫静电除尘 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 那具体的这个静电除尘是怎么做的呢 静电除尘基本上是靠着一种静电厂 电离空气中的分子 让这个空气中的这个电子 在奔向正极的这过程当中 它就会吸附清晓的灰尘 也是一个静电吸附的原理 来清洁空气 那其实啊除了这个除尘啊 还有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复印机打印机 在医学上我们的静电也是有利用的 比如说我们要通过肺部 给病人如果给给药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呢把这个药物啊 打成非常非常小的这种药物的物滴 那么通过静电的原理呢 我们知道它有一个静电排斥的原理 所以呢它就可以让这个药物的药滴啊 更加的分散 帮助病人吸收 那说了这些应用 其实我突然想到了一个 在大自然中常常见到的一种静电的现象 其实它对于我们这个农作物的生长 是必不可少的 那就是闪电 最开始的时候老师提到过说 闪电是大自然中的一种静电 那么这个闪电呢 在它打闪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空气中的这个氮气啊 它就会变成一氧化氮 通过一系列的化学过程 它会变成一些含氮的物质 无基盐 这些都会被植物来吸收 所以这个庄稼啊就长得更加的肥沃 所以我的理想就是要瘦成一道闪电 但是你知道闪电有多宽吗 有多宽呢 四米 所以你还真不够 所以我还很有空间呢 刚才呢我们都讲到的是这个静电 对我们有益的这样的例子 但是实际上如果应用不好的话 它对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会带来危害的 其实最大的危害在我们每一天都会发生 就是我们经常脱衣服穿衣服的时候 经常啪了一下 挺疼的有时候 而且我们有时候到那个像加油站呢 像有碰到油罐车呀 这些场合都会写上一个叫小心静电 是的 刚才这个博士团大家说的 就是一个静电放电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比如说开车门打下手 那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说 这个人体如果有静电的话 这个静电是会分布在人体的表面的 在你去接触一个导体的时候 比如说车门金属的门把手 你的所有的电荷在这一瞬间 就会积累到离这个导体最近的地方 当足够近的时候 这个电荷就会击穿空气 那么产生一个瞬间的一个放电 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非常高的电流 所以你会有手指尖的这个刺痛感 我一下每次关车门的时候 我都暗自窃喜 觉得我应该是与众不同 天将降大怨于我 这我今天听了老师的讲述 原来是静电的一种危害 那接下来这条题目呢 同样是关于静电的危害 关于静电的放电现象 请听题 请问汽油是一燃一爆的 为了防止静电 以下哪种做法是正确的呢 A 油管运输车下面拖上一条铁链 B 使用塑料容器装汽油 C 加油站带着绝缘手套 首先呢 我帮我们娃娃先去掉一个选项 我记得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 好像得用金属桶 好像不能用这个塑料桶吧 装汽油 好像记得是这样的啊 所以看看你们来选什么啊 来 你为什么选B 就是那个汽油是危害的 也许你有时候会碰它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那个爆炸 我觉得是C 因为那个我去家 我爸爸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 他们经常会戴那个手套 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绝缘的手套 而且它那个绝缘 它就那个 它就感觉不到外面的那些静电了 所以我觉得是C 我选C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这个C加油站带绝缘手套 它为了防止静电 然后A吧 下面拖一条铁链 那不是增加摩擦 不就产生增电吗 说得好像有道理啊 你想一摩擦 出一个火花 说不定真的就爆炸了 有道理 有道理 先选吧 3 2 1 有选A的选C的 有一个小朋友选B 那墙子为什么选 还选的是A呢 首先呢 这个后边拖一个小链子 这事啊 肯定是有这个事了 对 这个大家观察 很多汽车后边都拖这个 对 然后呢 我觉得它是为了这个 随时把积累的那个电盒啊 都都给它放掉 不要积的太多了 那个最后积很多的话 那一电麻烦了 着了 很危险 好 所以还是请专家来为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的答案吧 正确的答案是哪个呢 正确的答案是 正确的答案是 A 对 对 对 为什么B和C都是错的 首先呢 不能用塑料桶来装汽油 因为塑料和汽油在摩擦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静电 那这个静电呢 又是没有办法释放的 那么当这个静电积累到一定程度 就有可能呢 这个通过电火花的形式放电 它就有可能点燃汽油 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那C为什么不对呢 绝元手套在跟物体摩擦的时候会产生静电 那么加油站又是个毅然一爆的场所 它就要避免静电的产生 因此加油站的工人都应该去穿静电服 哦 那这个刚才呢 我们都说到的是要防止这个静电放电现象 对我们带来的危害 可能有很多观众朋友还不太了解 那究竟它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呢 我们还有一段视频 非常的触目惊心 给大家看一看 25号的晚上 辽宁复兴一处加油站 发生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加满汽油的油箱突然间起火 踏进一名司机在自助加油的时候 就突然着起了大火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小客车在天津某加油站自助加油时 也因为静电引发了火灾 我们刚刚看到的都算是比较极端的情况 可能我们碰到的会很少 所以才上新闻 但是我们会碰到很多的是生活中都有这种状况 当你的静电累积的电压非常高的时候 它会影响你很多的我们的电子设备 它就会把半导体击穿了 它本来不导电的它就变成导电的 所以整个这个电子元器件 整个你的这个电子设备就坏掉了 失灵了就失灵了就用不了了 其实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防止这个静电的积累 早一点的把这个静电释放出来 今天奇幻科学城通过现场摩擦起电吸引水流 静电摩擦大比拼 告诉大家静电的一大特性静电吸附 为了将静电玩的更有趣 神奇大教授还带领博士团 用静电排斥的原理做纸片语 利用静电的运用现场作画 通过静电的放电现象 我们也了解到了静电的一些危害 让小朋友对静电有了新的认识 小小静电具有你印象不到的威力 这就是科学的神奇魅力 奇幻科学城 带领大不豪 相信节目继续发现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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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